亲自拿着白米、罐头等生活物资走上楼梯,紧急送到被匡列居家隔离者,甚至是轻证确诊民众家门口。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,不少被匡列居家隔离,甚至是轻证确诊居家照护的民众,在采买民生物资方面遇上不能够出家门的问题。 机动室议员林敏勋所属的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,特地结合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萍,准备了上百份生活物资,亲自送到暖暖区被匡列无法出门的民众家门口,协助解决燃眉之急。 本土圈的人数也不断的攀升,还有被匡列的居隔者也越来越多。 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,以及我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,我们这边有准备的防疫的生活物资包,那希望可以送到这些,可能因为被匡列隔离,但是又没办法出去采买的这些家户,那他们生活物资上会出现了一些匮乏跟缺乏情况,那我们食物银行这边会把物资送过去,那也是感谢我们地内社区可以长期一起来跟我们做配合,那我们就是,地内社区这边也准备了很多物资,那准备要来发送给我们这些家户,所以说我们现在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,以及我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,我们这边有准 家户,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,或者是我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,我们邱子经长的手机,然后我跟我们留下我们联络资讯,那我们都会尽快打这些防疫的物资生活带送到你们家门口,然后让你来做这个生活上的物资的一些补充,对我们这物资里面有一些罐头,有一些爱心面啊,平安饼,然后有一些白米啊,还有我们的洗髮精,牛奶这些泡面这些,希望就是,我们确诊或隔离的民众,如果需要就可以拨打电话,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,或者是我们电视社区发展协会,我们邱 我打我们的电话,那也希望他们在,收到我们的爱心物资,也可以赶快恢复他们的健康,赶快询安这样。 林敏勋和省省邱美萍也强调,疫情严峻,只要暖暖区的民众有需要,他们都愿意竭尽全力来帮忙民众度过疫情难关。 记者吴俊松,基隆报导。